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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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比较集中介绍 那我这里面可能主要是专门介绍一下关于网络这一款的Netflix Contended 也就是Pod 是怎么支持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一回主要做的一个新的功能 主要是支持PodMaking做这个登口音设 这个功能如果大家用过Docker的话相信应该都会比较出息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CMSPodD做完之后一直确实一个功能 然后社区里面有很多不同公司的同事在问这个功能 然后这回是在这次Netflix Contended之前把这个Face做出来 然后最后一点是目前还是正在做的过程中 所以是Working Progress 然后这个主要是想要去加入到CNI网络里面的Contender 去做一些网络的statistics 收集 比如说它的收发报的信息 这些跟网络数据相关的一些收集信息 把它收集上来 然后能够通过一切的方式展示给用户 什么是CNI CNI全称是Contender Network Inface 它其实是Colice Colice的iPhone表述它做这个专门用于Contender 专门用于创建Contender管理Contender的招式系统 也是一个经过精简采剪的一个Limits 然后它Proposed的一个Network Application 是一个网络的规范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协议 那这个规范主要应该做什么呢 它用来去定义和规范 你如何去写一些CNI的Plugging 这些插件就是用来去配置 你在Linit上创建Contender 它的一些网络的一些配置 比如说它可以去创建Contender的网络接口 以及在网络接口上去配置 就是给Contender分配的MD 主要做的就是这些东西 它呢 是非常简单 它的架构非常简单 但是又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接口规范 它定义的这个接口规范就是 用来去定义ContenderRentime 比如说Methods Methods就是一个ContenderRentime 它去定义这样一个规范 规范规范规定ContenderRentime 跟CNIPlugging之间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交互 这是它的SysGator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通过使用的一个CNIPlugging ContenderRentime 比如说Methods 或者说MethodsAgent 它能够去把Contender 用不需要创建的Contender attach 就是连接到指定的这个IP网络里面去 那当Contender完成它的工作 退出之后 它同样会把这些Contender 它同样会把这些Contender 从对应的IP Network里面detach掉 短开连接 目前在CNI的Github Repl 里面其实已经有了一些 目前已经支持的CNIPlugging 针对不同的 目前来说普遍在使用的一些 网络解决方案 比如说Gate 网桥的方案 这个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然后DockerDemon 如果你安装好 MethodsAgent 它其实也使用的是一个 Bridge的网络方式 然后包括Flanul Flanul 是一种卡主机的 放在这些方案 然后还有CALIC 这些其实都 为容器去设计的一些网络 容器的网络 这些方案 这些Plugging都是用用Go 来写的 整个CNI的 上面有它的Github的 Github的repl 的link 大家可以去看看 这个link是它的规范 规范的完成 完成内容在里面 然后跟它规范在一起 是它的所有Plugging 的code 全部是用Go 来写的 其实都是非常简单 大家把这个 paradiorepl的code 全靠下来 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编译 然后就可以得到 这些所有的Plugging 然后这些Plugging 其实都是一个个的 banner 可置信文件 用Go写的 然后 你把它编译好之后 就直接可以去 通过你的container runtime 比如说Method 去这样版 让它来去完成 这个 连接container 到指定网络的工作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架后 就是说CNI在Method 特别是Methodization中 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它完成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这个CNI处法 在Methodization中去做的 所以 Framework和Master这块 我就不多讲了 从左边开始就是Framework 然后它当然会去跟Master Methodization中心 比如说Framework 它要去创建 它要去lawn task 它要创建它的一个任务 或者说它就是要创建一个container 它会把这个request 发给Master 这个流程 我相信大家有点熟悉 然后这个request Master会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做一个web validation之后 会把request forward 给这个指定的Agenthost 那么到了Agenthost之上 其实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MethodesContainerRiser 或者我们把它叫做UnifiedContainRiser 它里面呢 大家应该听了 昨天的session之后 对UnifiedContainRiser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其实它里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 component叫做isolator 它里面支持很多很多isolator 应该有20多种 这个isolator 其实就是做这个资源隔离的 比如说我们有Sync骨盘 isolator 它可以去对container的CPU Memory这些东西 这些资源 去做一个隔离 那我们实际上是follow类似的北岸 写了一个这个NetworkCNI isolator 这个isolator呢 它其实就是用来去跟CNI的plugin 去通信 那这个 它是遵循CN的规范 然后去这个调用CN的plugin 然后把指定的container 把它连接到这个用户所指定的这个IP网络里面去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plugin可以支持 支持任意多种 然后不同plugin 其实是针对的不同的网络解决方案 比如说breed blend 然后color一块 一会儿我会做一个简单的demo演示一下 那CNI的 CNI的这个规判 其实它就是规定了plugin 你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输入 然后呢接受到这样的输入之后 你plugin本身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我在container的network namespace里面去创建 container的这个虚拟网卡 network interface 然后把这个network interface的这个IP配好 然后同时它也规定了 就是这个CNI的规范 它也规定了你plugin的输出应该是什么 那么作为我们的isolator CNI isolator来讲 其实它就是在调用plugin之前 把plugin所需要的输入准备好 这个是通过环境变量的方式传给plugin的 然后环境变量设置好 就把plugin 其实就是一个banner 把它调用起来 plugin完成它的工作之后呢 会有一个输出 作为isolator打出来 然后isolator 其实它就会去解析这个输出 这输出其实是一个JSON格式的 通过这个输出就能知道 这一次CNI plugin的调用是否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会有一些信息返回回来 比如说 给这个container 它配置了一个什么样的IPD 这些信息最终会返回给 framework 让plugin知道自己的container 是配置到什么样的网络里面 然后它在这个网络里面 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IPD 这其实就是 说简单一点 这其实就是CNI administrator 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我花几分钟的时间 给大家做一个demo演示 主要就是演示一下 CNI plugin 以及CNI administrator 在这个method中 现在是怎么工作的 我会去创建一个很简单的container 然后把它加入到一个bridge net 和困难区 然后我的那个 演示环境在我的笔记本上 所以我可能得到那个去演示 不过没关系 大家看那个大屏幕 然后听个声音应该就可以 不需要看我人 好 我demo完全是这样 在我的笔记本上 装了一个虚拟机 这个是一个 那个Ubuntu 1604的一个 一个虚拟机 然后这个虚拟机 既作为我的 那个Methos Master 同时也作为我的 Methos Aiden 所以这是一个 all-in-one的一个环境 然后同时我还会在电台虚拟机上 去起一个 通过Methos的一个命令 里面上去起一个简单的framework 然后这个framework 会去创建一个container 然后把这个container 加入到指定的CNI网络里面去 并且拿到它的IP字 我先启动Methos Master 我这个是从Methos原码包里面编译出来的battery 然后通过Methos自己带的 其中Methos的胶本来系统 Methos的其中其实比较简单的参数 我就不多做介绍 然后一会儿主动看一下 那个agent这边 就是stave这边 如果想使用CNI需要那些参数 这个是启动Sleep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它的参数 然后首先当然要指定Methos在哪 这个Methos指定它的这个DunkDunk 一般都是5050 因为我是单机版的 没有用作keeper 然后它的那个IP字 就是我这台迅速的IP字 然后containerizer用的就是Methos Methos Tender 就是用来去创建Unified Container 最后ImageProvider 然后 Frame's Docker 我会去使用一个Docker的Image 把它创建成一个Unified container 但是并不会跟Docker engine去通信 然后 Isolator 这块其实就是指定 你MetalVade启动的时候需要去引力宝 去启用哪些isolator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其实并没有指定CNA的isolator CNA的isolator其实它会默认加载 所以这里你不需要去指定它 我指定的是File System 然后Docker 因为我要去创建一个基于Docker Image的一个content 所以我需要Docker Runtime 然后需要C Group和C Group的CPU和Memory 去限定这个content的CPU和Memory 然后Proverium的Backend我用的是UFS 那Unify同样其实这是四种 除了UFS之外还支持简单一点的Copy和Plan 然后还有是跟Docker一样支持Overlay的UFS 然后另外两个是跟CNA相关的 第一个是CNA的Network creation CNA的网络配置文件 它放在哪个目录 这个你需要去定 然后第二个是CNA的所有的Pubbing 它放在哪个目录 所以你其实只需要指定了两个目录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两个目录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 第一个目录是Network 所有的CNA的Network的配置文件 我这里面有三个 然后第二个目录是Plugin 就是你去编译CNA的Code Reto 然后编译完之后就会有这些Plugin在里面 这些都是用Go写的这个Banner 然后我们可以挑其中的一个Network的配置文件 来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 其实很简单 那我也挑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这个里面是首先你要去 我挑起里面比较重要的是 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是你要给你网络起个名字 这个其实你随便起的 然后有一个类型 这个比较重要 Type 这个Type 其实就是指定你的网络 是需要使用哪一个CNA的Plugin 需要使用哪个插件 我这里使用的是这个Bridge插件 那如果你使用了这个Bridge插件的话 那你必须确保你的这个Bridge插件 在你的这个目录下要存在 也就是我使用的其实是它 它其实就是一个可信用键 另外一个就是跟分配IP相关的一些参与所 在这个IPAM里面 首先就是说你的IPAM的Plugin 这其实也是一个Plugin 这是一个二参Plugin 这个Plugin是去帮忙去分配IP地址的 那你要如果去分配IP地址的话 你需要指定你的网段 比如说 那这个它的网段就是192.168.1.0 会从这个网段去分配IP地址 然后这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路由信息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使用Bridge的一个CNN Network的配置 然后我就会启动一个小的Framework 然后去launch一个container 然后把container加到平等网络里面去 大家可能有些人用过这个命令叫MethosExecute 它会去 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Methos的free mode 它只能用来去创建一个container 或者是一组container 它支持launch task和launch taskgroup 然后它参入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指定 Methos Master的ID和端口 因为它要去注册Methos Master 然后注册完之后会去launch task 然后你如果想要 你想要创建什么样的task或者是container 你只需要指定一个json文件 我可以跟大家简单看一下这个json文件 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可以去被launch的task 然后这里面你可以写进你task的名字 然后你这个task所需要的资源 比如说CPU 然后memory 然后另外比较重要就是 网络信息跟container的信息 这里我使用的container的类型是metos 其实就代表是这是一个unified的container 然后这里面你需要指定你的image image类型我指定是docker 因为刚才说到我会用一个docker的image docker的镜像去创建一个unifiedcontainer 这里面你需要指定你的image的名字 我这里就用一个简单的index image 去创建一个index web server 这个是网络相关的信息 这个里面比较简单的写法就是 你只写一个名字就可以 这个名字就是指定你的index的unifiedcontainer 需要去加入到哪一个CNN网络里面去 这个网络的名字跟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网络配置文件的名字要能对起来 我这里下面指定的是network1 那最终它就会被container就会被连接到这个network里面去 并且从这个网络上里面分排个地址 好 我现在launch一个task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task已经是处于running状态 就是index server已经启动起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container 也就是这个index server的networknewsgits里面看一下 CNN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container从agent host 角度来讲 其实它也就是一个进程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执行了刚才那个命令之后 它其实就会有index相关的进程 portset启动起来 那我们需要拿到它的pid 它的进程号 然后通过nsenter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进入到这个进程它的网络命名空间里面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网络协计算是怎么配置 这个link上都会有的一个系统命令叫nsenter ns就是network就是namespace的意思 然后-t其实就是你指定你想要进入到哪一个进程 然后-n指定的就是我要进入哪一个进程的哪一个namespace 因为linuxnamespace是很多比如说network 比如说UTS很多namespace 后面就加上你想执行的命令 这个命令就会在你指定的这个进程的指定命令空间里面去执行 这个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这个container这个unify的container它的这个网络协计算是网络命令空间的配置其实很简单 首先最底下它会有一个rollback的接口 这个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然后那个它还有一个以太接口 ETH0 然后它配置的ip地址是192.168.1.10 其实就是从刚才那个cninetwork里面获取到的一个ip地址 好 我把这个container先再次停掉 停掉之后你这个再次行 就是吧 因为那个container也就是那个process已经退出了 好 我们回到PPT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单网 因为我还会有个单网去演示一下我们那个做端口映射的一个factor 好 第二个这个topic是关于paw的 也就是nestedcontainer的支持 这个9点钟的那个talk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比较general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这块主要是讲网络相关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paw的这个功能做了之后呢 在agenthold上你就可以去创建一个paw paw的概念其实是 原子这个cubernets cubernets其实里面就有一个paw的概念 它其实是一组 必须在同一个机器上去调度去运行的container的集合 那其实在methos里面是类似的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在methos8呢 可以去创建多个pod paw的一个pod 然后这个pod里面可以有一组task 那这些task呢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double image去创建出来 这个是methos最新做的功能 然后这个东西从网络角来讲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pod里面的所有task 它共享同一个network name space 其实它用的network name space 就是启动这些task所需的那个executor 它的network name space 大家如果了解那个cubernets的paw的话 其实会知道 每一个cubernets的paw里面 会有一个network container 这个network container 就是用来配置整个cubernets的paw的网络 然后你除了这个network container之外 你自己创建的container 会去link到这个network container里面 去跟它共享 它的这个network name space 其实在methos里面 其实类似的概念 所有的task task是因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子container 这些子container会去共享 它们的共有的副container 也就是executor的container的网络 name space 然后除了这个network name space之外 然后它们还会去共享 就同一块两个task 它还会去共享 UTS name space 那如果共享 UTS name space 也就意味着它们会有一个统一的 一致的host name 主题名是一致 然后如果一个paw的连接到多个CNN network的话 那么这些network对这个paw里面的所有task都是可见的 所以你可以创建一组task 然后这一组task组成一个paw 然后在创建的时候就可以让它们去连接到多个CNN的network里面去 这个其实是比docker会做的好一点的 大家如果熟悉docker命令的话你可以去docker run docker run的时候你可以通过net 刚刚net这样的一个参数去指定你docker run创建的container需要去加入到就是连接到哪一个网络里面去 但是docker run其实它只支持你指定一个network 如果你想要创建一个dockercontainer 让这个dockercontainer去加入到多个network的话 你要怎么做呢 你不能用docker run 你得像用docker create去创建一个container 创建的时候你可以指定它加入到哪一个network里面去 然后你再需要去通过docker network connect这个命令 把它加入到其他的网络里面去 然后再去用docker start把这个container起起来 这样的container起起来之后呢 它就会去加入到多个你指定的网络里面去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网络 你不能通过docker run这一条命令把它实现 你需要拆成三个docker的子命令来实现 那对于Metal Air就比较简单了 它其实是以一次完成对用户来说 对Firmware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OK 刚才是这个Paw的netnetcontainer的介绍 然后第三个其实是我们这次 Metal Air做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功能 就是关于Paw的Mapping 就是端口音设 我们先说一下 这个是不是Paw的Mapping 然后我们为什么需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的一个Agent Host 它自己有一个网卡 然后它的IP地址是10段的 减发的一个IP地址 这个IP地址对外是可访问的 然后我可以通过Mathos 在这个Agent上起多个container 然后这些container连到同一个Bridge Network里面去 然后这个Bridge Network的网段是122.168的一个网络 那Bridge的网络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 它是一个host本类的一个网络 它是不能跨主机的 也就意味着这个网段里面 GTF地址 它们在这个Agent Host的内部是互联无通的 但如果你想要在另外一个Agent上 去访问这些IP是访问不到的 因为这个网段对外是不可见的 你要访问的话 你只能通过这个Agent Host的公共的IP 但是问题在于我的这些container 它们每个都会在Bridge上拿到自己的IP地址 同时还会去监听它的服务端口 而且很有可能它们监听的服务端口是一样的 比如我创建了两个web server 那么它都要去监听443端口 或者是80端口 但是它的IP地址不一样 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做 那对外来说它们要提供服务的 那如果对外提供服务的话 它怎么来对外的客户端来讲 它怎么去访问这些服务呢 这是个比较麻烦的事情 因为这些IP地址对外是不可见的 你也不可能让它们直接载 这个IP地址去监听这些端口 因为它们端口会出现冲突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做 Totmatic 就是端口音设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的做法其实主要就是通过IPtable 的DNet的这个功能 去设置DNet的room 然后去把container的 它自己的IP地址和它的服务端口 印射到host的IP地址 以及一个唯一的端口名区 比如说我把container 一它的这个IP地址和端口 80端口印射到 我这个host的8080端口 然后可以把另外一个container 这样的话 对于client来讲 对于客户端来讲 它其实主要去统一访问 这样一个agent的IP地址 以及相应的服务端口 就可以和agent里面的那些container去同心 那这里面实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层 是这个DNet DNet是Defination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就是做这个 目的网络地址翻译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是IPtable的一个功能 所以如果大家比较熟悉Docker的话 那Docker Run里面有一个-t这样的一个参数 其实它实现的是类似工程 而且-t就是去publish你container的一个端口 到它container所在的host上面去 所以我们做的功能其实是很正常类似的 这里是一些细节 就是我们之前 我们最开始做这个功能的时候的一些考虑 那就是说CNN Support 在Method中CNN Support 需要去提供这种DNet的能力 去实现网络转发 或者是网络映射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为每一个隔离的 isolate的CNN Network都需要去支持 那刚才演示的这个Bridge 其实只是isolate 和CNN Network其中的一种 然后其实通过CNN 就是不同的这种Network Bridge只是最简单的一种 然后DNet的这个support 就是这个 它这个东西应该必须模块化 模块化的主要目的是 是让operator 让管理员 能够很方便的 为某一个指定的CNN Network 去开启 或者关闭这个功能 这不应该是一个默认 或者不应该是一个全局的功能 这个灵活性应该给到管理员 让管理员自己来决定 我的哪个CNN Network 需要开启 断口断发 哪个不需要 因为有些CNN的Network 有一些CNN它所支持的Network 它本身其实已经支持灵活转发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需要在另外一个层面 再重新做重复的工作 那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 像Bridge这样的Network 它本身是不具备灵活转发的功能 所以我们需要做这样的东西 这些细节 CNN Plugin 是我们用C加加写的一个Plugin 然后它的Code 就在Methos的Codebase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它编出来也就是一个 可承认一下一个Banner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它呢 其实主要就是使用iPable 这样的一个命令 然后去做DNet的设置 然后它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有一个这个 所谓的这个Delegate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称作 代理这样的一个模式 它可以把其他的CNN Plugin 给它封装起来 然后呢 这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封装 Operator就可以指定 哪些CNN的Network 需要这个PODMapping功能 哪些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把它封装起来就可以 所以 原则上来讲 它是可以跟任何的CNN Plugin 任何的CNN Network 去一起工作的 那这个取决于Operator 它准备去做这样的设计 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了 这个 端口转发 的这个CNN的Network 一个Page 我们看一下 其里面的一些主要的端 有些名字 名字这个一样 你自己随端配置就可以 然后这个Type 我刚刚说到的Type 其实就是 CNN Plugin 你想要使用哪一个 那这里面 如果你要使用端口转发的话 那你必须使用这个Plubin Method CNI HotMapper 这就是我和他说的 他用最佳写的一个 大马上 Methods Code Business 的一个Plubin 它编译出来的 可知名字就叫做 名字 然后你要指定 那个IPTBall的Chain 就是 我去设置 它去设置 这个DNetwork的时候 会在那个IPTBall 的哪一个Chain 我们去设置 然后底下就刚刚说的 那个所谓的 Delegate的模型 这个里面 你可以看到里面 还有一个Type 这个Type 指定的是 Bridge的Plubin 那也就意味着 这个端口转发 的功能是作用于 Bridge Network之上 然后这里面的参数 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 Bridge CNI Network 它应该所具备的参数 比如它的这个子网 然后它使用了这个 分配地址的 Pubin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认为 Pod Mapping 如果你要使用的话 你可以把一个 这个 原来 原本是一个 这个 普通的 CNI 的这个 Network的 配置 把它封装一下 作为 这个大的配置里面的 一个字段 就是Delegate的字段里面的 一个内容 上面的信息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当 Azlator 去调 CNI Plugin 去 给 container 去配置 网络的时候 其实它是需要 调 两个Plugin 它本身需要去调 这个 Pod Mapping Pod Mapping 这个Plugin 它内部会去调 Bridge Plugin 去配置 网络 然后它呢 会去做 AppTable的DNet的 端口音声 这是一个 稍微详细一点的一个流程 上面是 FlyMob 然后这边是 CNI的配置 这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前面这一页的 配置 然后把它讲话放在这儿 这个是FlyMob 如果你想要去创建一个container 并且这个container 你需要做端口 映射的话 那这里面有一个 比较重要的字段 就是有一个Port Mapping 这样一个东西 你需要指定 你想把你container的 什么样的服务端口 映射成 你container所在Azlator上的 哪一个端口 比如说我想要把我的80端口 这是在container内部的一个端口 映射到外面的8080端口 当然你还需要在NetworkInfo里面去指定 你使用哪一个Network 这个Network 要跟这边这个Network 是要一致的 然后这些信息呢 最终会被 传递到agent这边来 agent呢 它其实会去调PortMapper 这个Plugin 就是会去调这个Plugin 先调它 它内部呢 会调VirtPlugin 就是这个Plugin 一调它 它呢 会再去调IPM的Plugin 拿到一个分配的IP地址 从它指定的网络里面拿一个IP地址 然后它呢 会去配置container的网络接口 在这个网络接口上面配置 分配到的IP地址 然后它完成了所有工作之后呢 它会去调用AppTable 去设置Net的路 然后完成整个这个 端口转化端口映射的配置工作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和workflow 另外还有一些需要 需要highlight 这个其实 第一点刚才也提到 这个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这些方案 用来提供进展 因为 operator 就是英文人员 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被选方案 因为其他的这个network solution 可能它已经支持 当个转化 所以你不需要再使用它了 然后 对IP推保本身版本的要求 必须在1.4.2.0 极高版本 因为我们使用它里面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载定版本才会有 然后 这个feature 最重要的用适 就是用法案例 是 把这个我们写的这个 做pot mapping的 plugin 跟gridplugin 把它结合起来 来提供类似于DockerRap-P 这样的功能 那 最终是给unify的contenter来使用的 这里面不需要DockerRap-Engine 或者DockerRap-P 好 我再花点时间做一个 关于这个 钻口转刷的一个小单 我还使用我刚才那个环境 然后 master我刚才没推出 所以它还在运行 然后agent也是 还在运行 好 这次不同的是 我需要去使用另外一个 这个task的Json文件 然后这个task的Json文件 也能定义的task 它是要 这个启用 断口转发功能的 好 这个task的Json文件 大家看见应该 虽然刚才那个task的非常类似 都是有名字 然后有它的这个资源的相关信息 CPU memory 都一样 都一样 所有的都一样 包括使用的image也一样 唯一不一样就在这 它所加入的网络是 Methos Grid这样的一个网络 然后里面它有一个 PODMapping的一个设置 就是它想把它的endegg server 所监听的服务 端口发展端口 映射到它所在的host的 888 那最后我们通过host 来p加888 端口就可以去访问 这个endegg server的服务 这是唯一有区别的理由 好 我们现在来去启动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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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 它现在已经运行起来了 然后我们还是跟 跟它一样 可以去 看一下这个 这个endegg server 它的一个port file 它的pid是6516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进入到这个 这个6516的那个进程的Nexus面具 可以看到它的网络信息 其实它没什么区别 它只加了另外一个网络 然后拿到yap 你可以进一步去 通过Nexus的命令去查看它的 钢口 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很特别的钢口是80 所以刚才我们在那个接层线上看到的是一样 所以 你其实是可以 你直接在这台机上去访问这个钢口 这台的例子其实是在这个台机器 就在这个讯息机内部是不同的 可以访问 这可以进通 然后你可以通过 Curl这个命令 在钢口 如果是Curl这个命令 如果是Curl这个命令 其实你不在FM3 摩尼通讯就这样的东西 就可以反过你的Nexus server 这是Nexus的这个 这个欢迎界面 其实我不使用PortMapping 到这就截止了 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到这样的功能 然后如果你使用PortMapping的话 那其实呢 你还可以通过你的 这台机器的 FD 你继续来跟进入试评论 对 加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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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4,8个端口 可以打完 嗯 同样可以打完 嗯 然后你可以 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打开 就是做了 做了端口转发 做了端口试试之后 会有这样的功能 那其实主要 它所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要用了 AppCable 通过另一边大家可以看 它里面设置的Nexus 的入口 其实就是这一条 就是它把这个 就是它把这个 container它的IP值 以及它的端口 映射到了它所在的主机的 8,8,8端口 好 这个是就是端口映射这个功能的一个 简单的介绍 所以使用端口映射箱 可以使用端口映射箱 这两个功能 就可以让你的 运行在 agent host 内部的container 的服务端 或者在外部可以使用 就跟Docker Run-P 其实是完成类似的功能 好最后一个 这个目前还没有做完 还在做这个功能 就是收集container的这些 跟网上相关的一些信息 其实这个可以收集的信息很多 我这里只是列出了 其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比如说你创建出来 container之后 它的所有收到的这个包 这些包的这个字节数 可以收集到 然后它发保的相关的信息 都可以收集到 那这些信息会 在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也是在CNS的会面去做 它收集到这些信息之后呢 会把它汇总出来 然后会把它暴露到 AIDEN的一个 这个 ATB的一个end框上去 那对于operator来讲 或者对于Dentr来讲 你可以去调这样的API 把这些container的这些信息 给收集上 通过这些信息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monitor的功能 你可以去监控 它的收包包的一个状态 看看这个container的网络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